前两期视频教了大家 复活卡呼救器和海岛图的最快跳伞方式 还有一些跳伞技巧 在多亚岛地图依然适用 但多亚岛作为小图 飞机的高度远远比海岛地图要低 不同距离跳伞自然也不一样 先说垂直斜飞 跳伞距离仅为350米 平飞到自动开伞 极限距离是650米 再说下其他距离最快的跳伞方式 分别是450米 800米 1000米 1200米 450米 先斜飞250米 到200米时转垂直斜飞 到自动开伞 更不要敢不松开 直直落地 800米 平飞到自动开伞 然后将速度保持在24-36000米每小时即可 1000米 先平飞400米距离 600米时开伞 开伞后将速度保持在20000米每小时即可 极限高票距离 1200米 需要有手动开伞就开 开伞后将速度保持在20000米每小时 多亚岛是1.2x1.2的小图 1200米已经是横跨整张地图 一般情况下也很少会用到1200米高票 不过要注意的是 如果是落点周围有山头的 1000米以及1200米是无法飞到的 会受到海拔高度影响落在山上 这里再专门讲一下科学馆的跳伞距离 因为科学馆不同于其他城区 它是建立在山头之上的 用前面不同距离跳法可能会有误差 例如350米垂直斜飞 开伞后如果不松开摇杆 实际上是到不了标点位置的 很多人包括我自己 以前都是习惯于350米垂直斜飞 在开伞后还需要松开摇杆减速 才能精准落到标点位置 但想最快落地 那么就一定不能松开摇杆 这里测得到最快落地跳伞方式为 距离320米跳 开伞后直推摇杆不松 这样就能以最快的速度落地 又能精准落到标点位置 再补充两个科学馆的跳伞距离 450米内600米内的跳伞 由于科学馆地理位置偏中间 至于更远的距离 很少很少会出现 没说的必要 450米的跳伞到跟之前的一样 先鞋飞250米到200米 是转垂直斜飞到自动开伞 推动摇杆不松开直落地 600米则是平飞到自动开伞 然后左描杆推动不松爽直落地 度假岛还有一个复活机制 经过测试 复活后的跳伞方式以及距离等等 都跟开局跳伞一样 但经常会在出飞机跳伞的瞬间 搞不清方向 需要空中旋转确认 甚至不管方向先往前飞 等到确认好方向后 想跟队友会合 却发现已经飞不到了 只能变落单打野 加带一个判断方向的小技巧 被淘汰后 在地图标出复活后的跳点 跳下飞机后 通过小鱼头的虚线 与人物的标志判断方向 快速调整即可 再补充个多亚岛独有的小知识 货活后的飞机 是随机刷在第一个圈里的 并不是固定刷新 但我们已经知道 多亚岛是可以全图跳的 随机位置也不影响 你想跳任何地方 最后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很多人都是在 离标点最近的距离跳伞 也就是两点之间线段最短 但这一定是最快落地的吗 欢迎兄弟们评论区讨论 大家九哥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